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其实很多人学八字 学到最后 我都觉得他有点神经神经词的 为什么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在网络上一个人的回应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怎么回应 他就说 问为什么财心临门 财年和生 没有尽财 而是各种花销大 怎么财 榴年的财合进来 为什么是铺财 没有尽财 结果各位你看一下他的回答 你花了那不是财吗 挣钱和花钱其实都是一样的 花的不也是财吗 没财你怎么花 我第一次听到 有这么神奇的一种解释 各位 这就是标准的一种 胡说八道 我简单来讲 他在之前可能他的存款有八十万 结果过了这一年的时候 要合财 应该要钱更多 结果八十万剩四十万 各位 路不夫出 你跟我说他也叫做他尽财 各位 路不夫出 他也给我叫做尽财 所以很多人在学八字 学成是什么 为扯一通 梁小姐 学成为扯一通 那像这一种学八字有任何意义吗 各位 没有任何意义嘛 没有任何意义嘛 你学八字 你学成这样 你不要说你会批命了 你不要害你自己就好 而这一点情况 在之前就有讲过 为什么财 榴莲的财 他被合住了 那我们就之前 我们不是常讲吗 榴莲被合住了 他就无法发挥作用 榴莲被合住 他是无法发挥作用的 因为他合就是会把他停滞住 让他发挥作用 然后接下来是怎样 他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 他还要受伤 那就是怎样 无法发挥 且要面临受伤 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但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你还要注意这方面的事 就是我钱没了 没有尽财 我还要拿钱给别人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他那一年走财心 来讲 为什么他是法发挥的 因为他已经是被他的本命合住 所以无法发挥作用 像有一次有一个客人 他就是来找我 来讲 因为他那一年是只是他的财 他本命是有丑的 所以导致变成是只丑的 财心无法发挥作用 他来问我 老师我明年要结婚 行不行 我说你这个没办法结婚 因为这种结婚会非常非常危险 第一个财心被合住 就很像他所讲的财心临门 被合进来了 所以这应该就是你可以得到财的这一种意思 但是我就跟他讲 这一种是无法发挥作用 而且他还必须面临到受伤 结果过了一年来找我 老师 我今年就只找你 我说怎么回事 因为你去年是不是跟我讲说 我问你能不能结婚 就只有你一个说不行 其他的老师全部都是回答一样 这个财合进来 合进来 这是唯你所用的财 所以他听从了大多数老师的建议 结果是什么 不但没有结婚 还被人家骗钱 各位 所以我们常常讲财 不要说财 流年被合 他就是无法发挥作用 而且要面临受伤 所以这一个人的提问 他就是刚好是这一种情况 你要不要解 他刚好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他是无法发生作用的 而那一个在回答他的 简直叫做乱七八糟 然后不懂装懂 各位 原来你的净财叫做破财 你的花钱跟挣钱是一样的 问题 我存款80万剩40万 你说 我很会花这个叫净财 鬼才会相信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